嗨,超级开心啊 各位YouTube的朋友们 有没有发现 我说了YouTube 也就是说 这篇视频是只针对海外和YouTube发放的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的名字就是 是简体字的讲闲话的向安琪了 没有错 因为我把那个坏蛋给封禁了 你们之前看的视频都是别人搬运的 你们没有发现上面有西瓜视频的水印吗 一个原创博主 怎么可能在发视频的时候 有别家的水印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在有非常多的海外的朋友 上海人 就是包括国人 在外面思乡的一种情绪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出去的 我相信你的心里还是非常想念 那个让你成长生长长大的地方 所以说呢 我特别重视这个板块 所以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 我就在YouTube上以后会发布这些东西 以我本人的名义 而不是被别人盗取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件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现在你们在国外看到的YouTube网站上的很多国内的up主 很多几乎百分之大部分都 几乎说百分之九十可能都不是本人去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就警方被骗 如果说因为你们知道外网到内网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说你们如果想看相关的up主的话 建议可以去他们国内的那些网站去看 比如说知名的像现在的抖音啊 或者说西瓜视频啊 或者说像bilibili啊 等就是这种非常知名的网站 去看他们的视频 一般来说这些基本都是原创作者去发布视频的 所以我们要尊重原创 也要尊重这些作者 不要让那些假冒的人啊 去获取利益和赚取你们的感情 其实视频的背后根本就不是他这个创作者本身 所以说从今往后有一些视频 可能是只有会在YouTube发放的 我开头的时候也说过了 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其他的 而是因为我是特地针对这些我们国外的朋友 我们思乡的SAN HININ 阿拉SAN HININ 共阿SAN HININ 来拍给你死兵啊 所以说可能视角我的回来一样 因为对国内的人讲的 因为南南讲的就是 国内的人规则到我每日 帮国家的人日本一样 我才有劳度人是 劳力不少就13年纪可能就失去了 我想到劳度Q5死 明天人劳度谁人我长辈 所以说呢 所以我要跟他听更的就是 以这三海发生日题 用我视角 用我国内的视角 拍给国外的你们看 帮我给国内现在正在上海的人看 日本一样啊 现在大家也知道 国外的那个新年 那个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对吧 大家都开始正常的工作了 在国内 这个氛围是越来越浓厚的 国内现在很多的服务人员什么 很多都是一些 就是已经提早的回乡返乡了 然后上海的本地市民 基本上也是开始迎接新年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外啊 春节这个唐人街啊 或者华人的圈子里面 有三个种 就是刚 你们不一样的过年的方式 就可以了给这个评论下面啊 就是可以跟我们听 我老是想留下国家发生了 要不这个疫情 刚才老是有 母亲的日子 都 四个国地区 都得得了 对吧 但是 好久不久 跟疫情 刚 刚才里听 我已经听到 四个国家已经睡觉了 现在已经底下你了 是吧 就没个 就刚刚 我可能就熬到我 就是老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才能出去 非正 现在过年呢 就是刚刚 对疫情控制 还没你高啊 你们在国外过年的那种内容 可以刚不不听 我都好奇了 其实吧 光是哪好奇 也在 中国也在 啥 啥 啥 但是 对我来说 我对外面的你们 我也很好奇 知道吧 所以你们都讲给我听 直到如果有一天 疫情可以过去了 我可以过来 我可以去走一些 你们提给我 告诉我的事情 我这么放了心里 所以我为的 伪撒单独发个宗 死兵奔拿 所以说我接下来的 因为春节的原因 我接下来的视频 这半个月 可能是半个月来 都会发一些 跟春节有关的东西 也让你们了解一下 现在的国内的春节的感觉 就是我说的东西 和你们听到的 和你们想象的 会不会有不一样 就是这一期 我专单独为YouTube的 海外粉丝拍摄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是国内过来的 可以观看YouTube的 粉丝的话 那么你也能看到 这些不一样的内容 好吧 这期视频 我是不会在国内的 任何平台发放的 好了 就这样了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吧 拜拜 拜拜